冬秋月饼 首先准备正方向的纸张 先将纸去角折 再对折一次 打开 按照折五角形的方式将纸折好 画图 我们为了定义画图将纸这样折出一条折函 然后在上面画出一条弧线 这里就可以画出月饼上面的花标 接着在这里画一个小长条 这个位置再画一个小长条 中间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画小长条 好 画下面的花朵 下面是一朵五半花 我们只要画出半朵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装饰 最后五半花的中间 再给它加个花心 剪掉下面的小圆就可以了 开始剪纸 剪的时候主要沿着 我们画出的线条来剪就可以 这个位置剪毛刺 先把位置留出来 先把位置留出来 祝大家中秋快乐 万事如意 然后再给它加一个装饰 再给它加一个装饰 再给它加一个装饰 再给它加一个装饰